枝子茉莉这种长得不好 它有好几次重来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尽量的抓住一次 那有错法说的话 桂花大面积的落叶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种了一些桂花 面积不是很大 大概几千盆这个样子 也出现了你说的大面积落叶 这个我们经历的这个点是什么呢 温度低 温度低是导致大面积落叶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再一个呢 就是可能话友们还会问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你看这个叶子会出现这种胶边胶尖各种不好 我们这个呢是小苗子种到营养土里面 然后呢缺乏管理 我们人缘不够 我们是一直缺人的一直在招聘 虽然说哈这个植物就是 我这一批养的不怎么挖赛 但是也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失败的经验 你看即使是我这个花呢 你看这叶子掉没了是吧 包括这叶子不好了 我们可以剪掉 剪掉之后呢 你看它这下面又长了很多的新叶子出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新叶子养好 你看这个也是哈 这些都是新叶子 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应该是 我得给我们家的生产经理安排下去 把这个桂花全部修剪一下 留一些饱满的牙脸 因为现在气温在回生 同时呢我们也会给肥料 肥料的话我们不会用单一的肥料 会用各种肥料 你像你们说到的花博多 还有一些库草牙包杆菌 还有一些这种氨基酸水中肥 我们都会去用的 明白吗 要用肥料 要用杀菌药 要给它用一些益生菌 让它再度的去复发 这些个虽然说叶子全部掉没了 但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新叶子长起来 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时间 需要成本 需要养护 明白了吗 还有一种落叶呢 可能是水大 一或者是缺水 缺水的那种落叶是怎么着呢 就是这种叶子 上来就是这种干黄 这种大链鸡一半一半的 然后哗哗哗落叶 这是缺水 这个棚头那边是缺水 我们这个 水大的那种是什么呢 上来就发黑 我们这个里面基本上不存在水大 这个就有点水大的感觉 为什么同样的养护这个水大呢 因为这个叶子本身就少 它同一批下去的管理的话 像个别的它都会水大 它是发黑 发黑依旧能掉 明白了吗 但是这种都可以养回来 你看 你控水之后 它又长了这种小牙子 它都能回来 现在我们要做的 修剪 施肥 用药 水大 缺水或者是过度的低温 都会导致桂花的落叶 我们这一批养的不是很好 失败的经验也分享给了大家 就是桂花呀 枝子呀茉莉这种长得不好 它有好几次冲来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尽量的抓住一次 因为它每一次的涅槃 它都会大量的消耗母铁的养分 该剪的剪 下一步我就给它剪了 到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些个汇报 好 希望能帮助到你啊 一篇关于桂花的养护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终一 记得点关注 白了 吃饱 家觊 哈 gat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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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emat